吴老师,打扰了,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,是这样子的,我的本科呢,我的GPA比较低,然后大概3.0左右啊,那你说我还有这种申请,名校研究生的可能吗?这种可行性大吗? 首先呢,是可行的啊,当然这个得拍你具体的背景构成,以及呢你的目标的专业类别和具体的学校范围,其实我们每年GPA在3.0左右,甚至更低,我们有过低于2.5的这样的,也能去到腾校级别,或者说全美排名10名,20名左右的这样的学校,每年都会有几个,那总体来讲,还算是可行性比较高的,那宏观来看的话,就是一般偏硬的学科, 就是,比如说数学计算机类的,那你GPA很低,影响会大一些,那偏软的学科呢,就是他的先求不要求相对少一点的,那这种呢,GPA低影响稍微小一些,这宏观来看,但具体每一个学校,每一个不同项目,情况都一样,正好我这里有一个,近年阿里阿一,秋季即将入学的学生,他的情况呢,可以给您参考,那么这里我已经把他文件打开了,有看到他的情况吗?看到了,OKOK,那这里, 也是学生的简历,我简单说一下,他呢,目前是在罗切斯特本科刚毕业,那他的本科专业呢,是计算机与经济专业,然后他呢,在,找到我的时候,GPA只有2.88,找到我的时候,那么后面呢,我们就是,他也,后面也比较努力,他在2020秋季学期呢,就中期成绩相对不错, 然后最终在,我们使用的,申请的材料里,他的GPA提到了3.02,提到了3.02,当然这个成绩,还是偏低的,那么他的加益成绩呢,相对好一点,加益呢,考到了325以上,加益相对好一些,然后,跟你说一下他的如期情况啊, 他就是以,顶尖名校为目标,然后申请的,希望是计算机相关的,包括信息系统呀,商业分析呀,计算机工程呀,计算机科学,这一些他都会考虑,我们最终呢,选了的项目,那大部分是录取了,那这里面给你看几个,排名相对高的,好吗,那么, 这是他的,呃,这是他的成绩单上的GPA,你可以看到,他最后申请时候的,2020 fall,下来总的GPA是3.02,就他2020 summer,当时GPA最后2.88,会比较低一些,呃,这是他,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的录取,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,呃,这个是他,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讯息系统的录取,这个是他的华达社路易斯,信息系统管理的录取, 然后这个是他,华达社路易斯商业分析硕士的录取,对,这些都还是,呃,综合排名比较不错的,那个别专业呢,在专业领域里的排名也相对不错,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,他还录了,呃,波士顿大学的GPAG硕士,以及呢,乔治华盛顿的GPAG硕士,那两个项目的申请难度会越低一些,那这里我就不具体展示了,好吧,那么,呃,希望这个对你有参考价值,嗯,这个对我非常有用,谢谢老师, 嗯。